这座人类啊 萧姓老师还在那儿漂亮 真想不认 那么我是敢啥的呀 我就是城市当中一名萧萧的快递院 但是我骄傲我 1103 就在这儿了 来了 大街 那快递啊 就那个 那是通称啊 还是仪迪啊 通称 通称来 把这个胆子看一下 通称10块钱啊 这个 1103 大街 手剑抵制 发剑抵制是一个地方 那些错了吧 没错 手剑刃 等命传 谁喊我 大街啊 那这那是通称啊 那这是通无的呀 你有病吧 没有药啊 你滴不滴 我滴 滴 现在这个签整得腿容易了 就要按这个速度下去 念滴就能买上方啊 大哥 那这快递 谁给的 那屋那个女脸 这败家老娘们 就这两步道还送快递 写的啥呀 我感冒了 需要休息 晚上请不要打葫芦 嘿 还真行 兄弟 给我给他带句话 十块 传花也要钱啊 那当然了 从您这儿送到谈的 这是我们的主要业务呀 那钱 行 十块钱我认了 大哥 那招我传花 那算是招对认了 我爷爷 相当年 给八路群传花的时候 用的都是格子呀 那格子蛮甜的 你赶紧给我给他带句话 啥话 你就跟他说 我就打葫芦 爱咋咋地 不论一听 滚 包整完成认 大姐 哪里快递 递什么了 大哥让我给你带句话 说什么呀 我就打葫芦 爱咋咋地 不乐听啊 滚 什么 滚 哎呀呀呀 这干啥的呀 不好意思 没控制住 你 把这一巴掌 给我快递过去 十块 对方不管 小菜 整点钱 不容易呀 还真打的 大哥 快递 那他又咋的了 哎呦 他让我拿的 那钱 我挨打了 还得给你钱呗 他说的 货道付宽 好 你别一回十块了 我给你一百 给我包你 哥呀 那啥意思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呢 哎呦 我的爸 就让同行直接知道了 那可我可艳变鹤村呢 我这一百块钱 是帮你给我送快递 你可愁死我了 哎妈 吓死我了 把这个东西 给的 啥呀 离 啥意思 扶了一顾 就离 肿 大吉 那快递 什么呀 什么呀 哎呦我的妈呀 我们家门都倒了 谁帮我扶一下呗 谢谢啊 谁呢 林郡王叔叔 大吉 你 啥意思吧你 她的意思 她 她的意思就是说 呃 那肝冒了 吃个粒 拜拜活 我是那么说的吗 那你咋说的啊 我说的 我爱你 啥 我爱你 什么 我爱你 你我的妈呀 说错话了 你再帮我送份快递呗 送啥呀 一个深情的吻 他说啥 他让你给他一个深情的吻 真的吗 真的吗 说啥 让你仔细吻 自己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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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开吧 哎呀 没过完瘾了 挺有意思的哈 呃中间还有惊喜 女方的门都倒了 哎 其实这个 在我们呃演出啊 无论是演小品还是话剧 总之是舞台剧 呃其中一种的话 会经常的面临这种问题 比如说道具倒了 那旁边还有其他的组员 嗯 好大哥上来扶一把 其实如果要是没有人的话 还得继续演 啊 三位演员完全没有被道具所打扰 这种敬业精神 掌声再次送给三位 感觉 是我们一七二组合演的好 还是我们飞银组合原本演的好 参加加强条件不行 哈哈哈哈 我 我们演的 我们演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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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观众的掌声是送给两个队 他们演的都好啊 这次呢我觉得 因为这个插曲呢 让他看到你们另外一个 处遍不惊的一种一种一种精神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 真的要要掌声鼓励鼓励 然后那么改的 就是可以把它改成这个样子 真的也真的蛮可爱的 谢谢各位 另外一个新快递啊 河南快递 好 谢谢吴大梅老师 修改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创意也特别好 这个翻演也特别好 我记得我上次 Fighting他们表演这个小品的时候 我给予很高很高的评分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小品 好 谢谢三位平老师 同时也谢谢我们一起二组合 带来这么精彩的欢迎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大家